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准备进行解读讯息这个部分 所谓的同离子效应就是在难融炎或是弱电解值的溶液之中 加入含有跟原来溶液相同的离子 这个行为会抑制该电解值的分解 使它的溶解度减小 就是没有同离子效应的时候已经很难融了 加进去之后会让它更难融解 进一步抑制它的解离 那我们称之为共同离子效应 那以氯化钳解离这个为例 如果我们在反应的刚开始的时候呢 加入钳或是氯 加入跟它会解离一样的东西进去之后 依据六叉特例原理 右边东西会变多 那平衡会向左边移动 使得PbCl2它的溶解度会更进一步的减少 这就是共同离子抑制解离的这个效应 接下来准备进行分析评鉴这个部分 试体一 首先我们看到氯化钳 在共同离子Kf之中 告诉我们溶解度这么多 所以我们首先写出它的一个解离反应式 那溶解度那就是S嘛 用掉的量 所以第一个就是产生7.9层时的负八次方 这是Sr2正 再来因为是在0.1m的Kf之中 所以氯离子一开始就有0.1 再加上解离出来的量 那同学也可以观察到 0.1跟10的负八实在差距太大 所以后半部溶解的量可以省略不计 所以氯离子的浓度呢 用0.1去带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右边两个地方的一个平衡浓度 这时候就可以求出它的Ksp 这数字算出来是7.9乘10的负十字方 这是第一个部分 接着共同离子 题目给了线索算出它的Ksp 接下来这个部分 我们要算出在纯水中它的溶解度 所以一样再把它的平衡解离式再写一次 那因为在纯水之中系数1比2 所以解离出来的量呢 就是S跟2S 那从这个平衡浓度 跟前面算出来它的Ksp做连结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算出它的溶解度 那就是5.8乘10的负四次方 这就是它在纯水中溶解度的一个数值 好 第一题我们已经解完了 接下来试题二 在T2C的时候 那把两个氢氧化物同时丢到水中 那由于它取10克 南溶水取10克 表示说它的量是非常足够的 所以表示会变成一个饱和溶液 那问达到平衡时候呢 氢氧跟离子浓度有多少 那这两个我们必须分别写出两条反应式出来 用不同颜色来做区别 第一个反应式 假设它的溶解度是X 系数1比2 那就是X跟2X在右边 然后再来第二个反应式 溶解度假设是Y 它产生也是Y跟2Y 这时候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 这样跟大家相同 在同一个系统之中应该一样 那到底是算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那我们就不用争了 全部加在一起 所以氢氧跟离子的浓度 就是总和2X加2Y 有了平衡浓度之后 再来跟它的KSP做连结 所以第一是蓝色的 我们列出它的关系式 第二个红色也列出来 那这边我们稍微暂停一下 同学思考一下 这两个连离式 要如何解出分别的X跟Y 四则运算哪一则 那很多同学说用除法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但是你会算得很累 除掉可以把平方消掉 但是得到X比Y 得到这个比值再带进去算 那其实蛮辛苦的 所以这边我们通常都是利用相加 加完之后呢 把X加Y 那提出来 里面的2提出来变前面的4 4X加Y的三次方 那后面两个指数相加 相加之后变4.0乘10的-12 这个数字是有设计过的 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X加Y 就是10的-4次方 那氢氧根是两倍的量 所以这一提的答案 氢氧跟离子浓度就是2.0乘10的-4次方大M 那这一提我们也解释完毕了 接下来就是判断答案的部分 试题一 我们先利用共同离子效应 算出KSP之后 然后再算出再纯水溶解度 这是它的数值 那第二题呢 我们利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 共同离子的效应 然后去算出氢氧根离子的浓度 是2.0乘10的-4 那我们这两节解说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如果同学对于影片内容有问题 建议可以反复聆听 或是重新回到连结知识的部分 再进行学习跟加强